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颇受大家欢迎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知道 泰国除了声色九月之外 可以说它还是一个颇为神秘灵异的国家 鬼在泰国人眼里再平常不过了 如果你说泰国人迷信 那千百年来泰国养鬼人多不胜数 又做何解释呢 中国道教养鬼术寻求的是血 而泰国养鬼其实大多数寻求的是功德 当然了 这也不刨除那些个个别性质 上个星期去泰国曼谷出了一趟差 天热 晚上跟客户喝酒的时候 就顺便问了句 是不是每个泰国人那里都有那么几个灵异玄幻的小故事 有的话能不能讲来听听 还别说真就有那么一个 当事人是他朋友 叫塔南姆 其实人家名字挺长的 我呢也就只能念那么一段 索性啊 咱就叫他小塔 小塔父亲早年是在一家世界知名的日子企业的泰国分公司上班 在那里一工作就是二十年 一直到退休都是兢兢业业 为人呢 也是和气友善 特别是有爱心这一点 也让周围的邻居朋友觉得 这个老头人不错 和蔼可亲的 他父亲这个人呢 不喜欢运动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但是就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喜欢小动物 小猫小狗的 除了自己养 还收留了不少无家可归的小动物 不过时间一长 生老病死 有些呢 也就离开了 刚刚也说 人善良 有爱心 所以离开的时候 就在附近的田地里 好好地给埋了 也算是送走最后一城吧 不过 俗话说得好 好人未必有好报 祸害活千年 小塔父亲从公司退休那年 六十岁 公司给了他一笔退休金 应该还不少 可是 没多久就被人以投资的名义 给骗走了至少三分之二 而这骗人的 也不是别人 正是小塔父亲的 小学到高中的同学 也算是发小了 出事以后 这发小呢 就被泰国警方通缉 不过 当时那个人 也算是早有预谋 骗了包括小塔 他父亲在内的几笔巨款之后 当时泰国警方就推测 这个骗子呀 很可能已经带着钱逃到了国外 其实小塔父亲这个人 看钱财看的并非那么重 本来就是身外之物嘛 也无欲无求 小塔家也没有外债 也就不指着这笔钱去还债 所以家人开始也没有那么担心他父亲 可是比起这些失去的钱财 小塔父亲更加伤心的是 作为发小 我那么相信你 你却利用了你我之间的信任 坑骗我 这个小塔父亲无法理解 也万分痛心 所以每天呢 也还是闷闷不乐 时不时的还在家里对着窗外发呆 事发几个月后的一天 小塔父亲突然跟家里讲 要去爬山 而且第二天就要出发 还买了登山鞋 在登山包 爬山这个事从你我嘴里说出来 可能没什么稀奇的 可是从完全不喜欢运动的小塔父亲嘴里讲出来 这小塔也是一头雾水 有 该不会是想不开 想要自杀 小塔跟母亲商量之后 觉得父亲这次是如此坚决 也不好正面阻止 但是安全起见 小塔决定随父亲一同前去 父亲呢 听了小塔的回答 面色表情稍微复杂 但是停顿了一下以后 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 询问了父亲要登的山的位置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从曼谷一路向西 父子两人驱车四个多小时 到达了目的地 到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这个山没有很高 从山脚下看上去 被茂密的植被覆盖 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是就位置 也大概看得出 应该是朗伯拉邦山脉的南部分支 然而有点意外的是 在这种鸟伯拉屎的山脚下 居然停了十几辆车 下车以后 父子两人就开始向山顶出发 一路上 小塔父亲没说过一句话 一种奇怪的压抑 让小塔觉得浑身不自在 而他也坚信 父亲此行的目的 当然不仅仅是登山这么简单 向山顶的方向 行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似乎已经没有了 可以再向上前进的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登山小径 莫名其妙的出现了 路口竖着一块木板 板子上赫然写着 私有山林 禁止入内 木板上方还用红色的油漆 标着某种符号 六月份 下午四点多 天还很亮 虽然被山林覆盖着 但也还是能感觉到 海拔应该没有很高 登山道上 沿路都有因为苦朽而倒下的朽木 所以山路虽斗 却也走得没有那么费力 六十岁的父亲喘着粗气 却也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进入山道之后十分钟 前面有了人影 是一位母亲 带着一个年纪大概初中生样子的女儿 向她说 让她颇为感到奇怪的 是那位母亲的穿着 一身黑色 好像最近家中刚刚有人离世 小塔和父亲侧身超过了母女两个人 继续向山顶方向前进 又走了约有二十分钟 从山路旁边的一棵巨大的张树转弯 一个洞穴出现在父子二人的面前 可是比起这个洞穴的出现 更加让小塔觉得惊异的 是父亲见到洞穴时 早已了然于胸的表情 洞穴有三四米高 里面几十米处 还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在排队 父亲对小塔说了句 在这里等他之后 就一头扎进洞穴 小塔在等待的四十多分钟里 前前后后又有几个人进了洞穴 这里面也包括在登山道上碰到的母女 同时有八个人从洞穴里出来 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 那之后不久 小塔父亲也从里面出了 怀里也是同样的抱着那个盒子 同样的用白布包裹着 终于撩了一桩心事 父亲一边走 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小塔当然是莫名其妙地追问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他的父亲并没有作答 趁着天色未黑 所以小塔拉着父亲下了山 连夜赶回了家 自那以后 小塔父亲每天都在阁楼上的房间里面待着 吃饭睡觉 可是一到晚饭过后 就一个人外出 之后很晚才回家 回家的时候 鞋上手上总是沾满了泥土 就好像去刨什么东西了 所以每次回家 一定要先去洗澡 一天下午 小塔父亲下午出门的时候 没有锁阁楼的门 就这样 小塔发现了摆在阁楼房间桌子上的小祭坛 那个小祭坛的旁边 正是那个之前从洞穴里抱回来的 用白布包裹着的盒子 而盒子的前面堆叠着十几根六七厘米长的骨头 小塔尝试着抱起盒子 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虽然这个时候父亲回家的声音 让他只能马上离开房间 但是抱起来的这一下 让他明白 里面应该装填着粉末状的东西 晚上吃完晚饭 小塔像往常一样到午晚抽烟 突然父亲这个时候在耳边说 你是不是动过那个盒子 小塔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算了 反正都结束了 第二天 小塔父亲下午出门的时候 抱走了那个盒子 而自那之后 他也就再也没有把一个人塑在屋里的情况 那天晚上 小塔接到当地警察局的电话 诈骗其父亲钱财的发小 当天下午 当天下午因为车祸 已经死了 六年后 小塔的父亲因为肺炎 不幸离世 在快要不行的那段时间里 小塔曾经靠在父亲耳边 问了父亲那个一直藏在心里的疑问 当年那条山路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 插着呼吸机的小塔的父亲 轻轻地笑了一下 然后艰难地说出了几个字 那不是山 顺序不同 古代一几回 带你去墓地 之后便一直昏迷 一直到第四天离世 小塔的父亲的故事就讲完了 后来听说 小塔实在是想不明白 就一个人又开车去过那座山 可是去过以后的故事 我这个客户再怎么问 小塔都不肯告诉任何人 他看到的东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